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原身 乃是月见谷中 一朵六瓣王莲 西式寒有 得天独厚 万妖俯首 我们现在不是那个小花精风铃了 我们现在是女王了 女王叫高冷 换一种声线来配风铃 你在谷中养尊处优千年 时光如同飞沙一般 逝去无痕 直到遇上了那个男子 诶 你不是那个荷花姐姐吗 女王 魔界的使者又在谷外求见 丽姬摇摆着柔韧妖枝向你挤眉弄眼 她原身也是莲花 所以你与她格外亲密些 你在荷叶上翻了个身 把玩着手上的红色珠子 不见不见 可是女王 连那位魔界之尊的聘礼 赤火珠都收下了 怎用反悔 烧了她的东西又如何 本作可没说要嫁给她 你眼角斜飞 雁光四射 丽姬威真 口行轻声道 真是无奈 丽姬得了回信 便急急忙忙地 扭着腰走了 不摸着又是去会纳人间情郎了 你微微疑惑 爱是那么有趣的东西吗 也许本作也可以去浅尝一份 不过眼下 还是先小气 对吧 小气 小气一番要紧 一番身变回了圆形 在水波中缓缓入睡 哎呦 好痛 你踩我干嘛 哇 我们被扯下来了 谁这么狠啊 我们现在是一朵莲花 然后有一人咔嚓就把我们扯下来了 你半梦半醒间 突然被人扯了一下 不由顿时怒目相向 张开莲花心 张开莲花心的血盆大口 就要教训这个不知死活的家伙 可是 待看清眼前人的模样 你顿时面色一红 急忙收回身子 哪里来的人 长得如此俊美 你回头扫了一眼 古中那些安静折服着的妖怪 这些家伙还算孝敬 专门留给自己吃的吧 你 你 那道士 那道士打扮的男子 吓得退后半步 急急急急急地说道 你摇头晃脑地不搭理他 余光 饶有兴趣地打量他 那男子似乎愁愁了一番站起来 哎呦 你还扯 你再扯我就把你吃掉了 你不是一朵花吗 东西怎么会说话 你才是东西呢 姑奶奶不是东西 呸 你才不是东西 你不知 你不知为何 面对他就有些语无伦次了 那小道士又怕又惊地看了你一会儿 被启竹了就慌慌张张地跑了出去 你犹豫了一下 究竟还是没有出手 谷中中央 见状皆疑惑不已 你慵懒地养了养水锅 谁叫他那般模样又那么傻气 叫你怎么下得了手 叫你惊奇的是 那小道士第二日又来了 你从荷叶底下露出真身 有些欣喜 谁知 他伸手拔出了一把木剑 义正言辞道 妖孽 我等修道之人 要斩妖除魔 哎 看剑 怎么没用 你哭笑不得 却又不想下手 只认得他折腾 小道士给你贴符 你好奇地吹了吹 这是什么 春联吗 小道士瞪了你一眼 好好玩啊这里 小道士给你 水里撒灰 感觉温温的 还挺舒服 这气味有点难闻 你如此评价道 小道士面露愁苦 一连好几天 众妖都汤木皆舌道 哈哈哈哈 为什么你既不怕型号剑 也不怕抚摸土 小道士嘀咕了一声 你心头暗笑 那些个东西 哪能伤得到自己 算了 我觉得你是个好妖精 你不吃人 我不杀你 人多难吃啊 我喜欢吃蜜剑 甜丝丝的 你回味起 立即从人间带回来的蜜剑 摇头晃脑 蜜剑 那不是你的同类吗 呸呸呸 是你同类 本作乃是大妖怪 乃是那些死东西能比的 你不满地纠正道 哦 你是比较大的花 你文言 闲些气地把它吃掉 小道士 似乎转身要离开 你急忙道 哎 你烦了我这么久 就这么走了 小道士摸了摸头 似乎有些为难 那我给你买些蜜剑做补偿吧 那小道士转身急匆匆地要走 哎 你等等 等我变个身 与你一同去 你转身扬秀 化成人形 你 小道士 顿时双眸失神 怎么 没见过这么美的妖怪吧 你心头一喜 转身扬起 花影重重 怎么样 好看吗 好看是好看 就是有些妖气了 小道士点头道 呸 去你奶奶的 这小道士 等着难得变个人样 还挑三减四 你顿时沉下脸不满道 你 你怎么骂人 身为女子 不该如此粗俗 小道士 急速地摸了摸头 真是个木头 你心中暗暗摇头 却忍不住笑意 小道士 本座爱说什么 就说什么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 本座 叫着不方便 频道 法号 号白 什么法号 这么难听 你没有名字吗 哦 我俗家姓白 名月华 白月华 我记着了 我叫风铃 你要记牢 我没有问你的名字 小道士摸了摸头 你顿时面露凶色 小道士急忙道 我记着了 这还差不多 你随着小道士出谷 你难得出谷一次 道士觉得十分喜悦 彩蝶也围着你飞舞 你转了一个圈 去见小道士 低着头看着什么 月华小道士 你看什么呢 此花如此美丽 莫不是牡丹 你低头一看 扑斥一笑 笑得前腐后痒 什么红牡丹 这叫狗尾巴花 不知有多 稀松平常 小道士微微恍然 跟本作的原生比起来 差上千倍不止 此言差异 众生平等 即便是狗尾巴花 也能治病救人 便是值得呵护珍惜的 你文言微睁 见它 木露温柔地 开向那狗尾草 不由心中一动 照你所言 本作还不如一颗狗尾巴了 若是你一心为善 便也是值得珍惜的 谁 谁要你珍惜 呵护了 被它那温柔目光一看 你便觉得面上发烫 急急忙忙转过头 待你回过头 去年它又继续看着 那颗不起眼的狗尾巴了 不由得有些失望 又羡慕 堂堂妖中女王 还比不上一个狗尾巴吗 没眼力的家伙 哼 本作下次 也变狗尾巴好了 怪不得 它后来就变成狗尾巴了 原来是因为这样 你和小道士 一起进入了人间的集市 无数人都纷纷惊讶地看着你 还有人 还有人群围着你们 你大惑不解 有些戒备 谢谢小影送给我的礼物 小影一直在送我棒棒糖 谢谢 这些人跟着我们干什么 还老是盯着本作 那他们看出我是妖了 小道士摸了摸头 因为你好看 小公子 你的娘子如此好看 不如给他买个首饰吧 娘子 小道士文言欲解释 你急忙笑的 本作就要这块玉佩了 点击玉佩 小道士肩状顿了顿 面红耳朵掏出了碎银 还愣着干嘛 快给本作买蜜件啊 好 这倒是还有钱啊 好厉害啊 它还有银子 这木头 娘子 倒也不错 那边几个 你们干什么 别对我父亲 都说都搅答 他是我的 自此以后 一边时常与这小道士相见 二话说道士能和妖在一起吗 我感觉又是一处虐恋 到时候肯定又是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什么的 我仿佛已经看到了结局 遇见了他以后 一边觉得 每日都有滋有味 心中甜蜜难以言语 恨不得日日为伴 时时相依 一级说你是动情了 本作也会动情吗 那动便动吧 若是能时时刻刻见到他 本作甘之如鱼 但你却没有料到 凡人终有寿命 你们相遇 会将如飞花似梦般的短暂 直至一日 你与小道士 在谷外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鹦鹉 你才突然意识到 凡物都是有生老病死的 他伤得很重 看来寿命将近 小道士心性悲悯 不由得面露愁色 怕什么 有本作在 你淫淫一笑 顿时扬起一道灵法 便治愈了那鹦鹉身上的伤口 那鹦鹉顿时欢心地 扑上着翅膀 在你身边盘旋 你不由得面露笑容 小道士一欣慰 如此 他便能多活些时日 你闻眼便道 本作还能让他长生不死 道士摇头 凡间生灵 既是逃不过生老病死的 我也一世 你闻眼如梦初醒般 浑身一震 本作不许 铃儿 本作不许你死 铃儿 不要任性 我风铃 天命任性 我见你极有先缘 若是你潜心揪炼 再扶我相助 再扶我相处 想必登仙之日 并不遥远 铃儿 我从未想过做仙 就当是我 月华 想陪你生生世世 小岛士文言微争 脸上顿时面上一热 才发现自己说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话 我 我一世 铃儿 我爱你 永生永世 我都会陪着你 不离不弃 小岛士缓缓拉起你的手 你又惊又羞 这木头怎么突然开花了 心中甜蜜 难以言喻 一颗心像是掉进了糖罐子里 那小鹦鹉 似乎也察觉出喜悦之情 忽上忽下地 在你身旁叽叽喳喳 我爱你 我爱你 你面色更红 修奋道 笨鸟儿 不许学 自那以后 你潜心助他修炼 月华 若是你去了天界 那我们 还有相见之日吗 说什么胡话 就算地老天荒 我也会找到你 你干什么 别乱动 谁叫你说那么好听的话 本座顿时有股无名之火要发现 月华 我从书上看到一句 一句诗 从此相见 不想闻 不相闻吧 苑竹 月华 刘兆君 是不是很像我们以后的模样 我将这句刻在玉佩上 我们两个一人一半可好 只是太过伤情 追逐太累 相爱 应该是两个人相守的 不过 若是一定要一个人一直默默守候的话 就让我来吧 很快 月华的天节之日到来 风云变色 天地无光 你将它护在你法阵之中 全身贯注 丝毫不敢懈怠 零儿 不可应称 本座 怎么可能看着你受伤害 你咬牙 替它 受下天雷 身子摇摇欲坠 无妨 待你成千后 记得我 记得还我便是 又华文言微诚 怎么还 取我 好 你等我 看来不做 要闭关些时日了 却不曾想 这一闭关 就过了百余年 待你轻呼一口浊气出关 外界早已死 沧海桑田 当务之急 是先找到月华 也不知道 他这些年来 有没有回来寻我 若是寻不到我 该着急了 你去了一同修炼之地 并无所获 途经南海之边时 你遇见一条青色巨龙 再欺辱一条红色幼龙 不由心反意 心反意造 龙族原来还有些 一大欺小之辈 真是一笑大方 大胆女妖 我乃南海龙太子 你竟敢侮辱龙族 哼 不知死活 在本座面前 也敢直说 什么龙太子 看本座 拔了你的龙巾 你随手扬起法术 在那青龙紧紧束缚住 那青龙顿时下的 满地打滚 挣扎不已 哼 这下 倒像是一条地虫了 方才被他欺辱的那条红色小龙 见状微动 你随手抱起他 看了看他身上的伤 伸手治愈 你没事吧 小东闲 你也是龙 怎么就这么小 这么不及时 红色小龙 闻言 似是有些羞愤 难当的低下头 没关系 本座的原型 其实也很小 但是只要你勤加修炼 日后 也会比那条青龙 更厉害 红色小龙抬头 用圆圆的眼睛 看向你 你含笑摸他的头 然后将他放下 后会有期 你分身离开南海 并不将这次 随手相助放在心上 殊不知 无心插柳 柳成音 好 我们这期差不多 就到这里了 对吧 我们现在就是 四处找白月华 找不到 然后也不知道 白月华去哪里了 已经过了几百年了 然后我无意中 就了一条龙 那我们这期呢 就到这里了 然后大家 喜欢的话 记得点点关注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栅河 李宗盛 感谢观看